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做定夺也不迟 Gaki DIY Gaki Repair 是林辉良于两年前创办的一个社会服务运动 旨在提倡人们自己动手维修坏了的物品 以再循环利用的方式延长物品的寿命 减少制造废弃物 减轻地球的负担 该项社会服务运动提供的服务范围 除了是每月一次能够提升电子知识与技能的工作房之外 还包括了灌输与改变民众思维的教育理念 第一 我是要设定一个心思维 说这个不是一个服务运动 就是说你来的时候你是学怎样做 当然很多东西是自己学不到 所以我们也有服务运动在这边 就是说有东西坏 就是说要复充装装的部分 我们可以3D印 第二就是 例如电话 现在的电话全部都做到很小很小 它的screen是proprietary的 就是说这个model只有这种screen 你不可以说拿别的东西来replace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community 就是专于他自己是自己修理电话的 所以他会帮忙 比如说这边自己学不到 这个part什么 他会帮你买进来 import进来帮你修理 然后第三是of course education 所以很多人来学的时候就说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 basic electronic basic electrical 还是woodworking 就教我们去他们的学校 教小孩子怎样做 怎样学electric 民众只需要携带预维修的物品 前来工作坊 既有义工成员会为你提供协助 在他们的指导下 一起研究与解决问题 彼此共同学习收获知识 replace不到有几个option 第一就是这边replace不到 因为spec part不够 就是教他们说 怎样去买spec part 回家自己做 很多人也打电话回来说 所以已经replace好了 第二就是真正的replace不到 因为maybe它的东西太久了 spec part已经找不到了 还是它的electronics chip 已经烂到不能再replace了 那个他们就可以回收 有时他们带的就是很古东的东西 还是一个technology很新的 从外国回来 最容易我们大家一起看youtube 大家一起学了 所以这个session是这样的 不是说老师来老师教而已 也是没有的 很多人也是自己 大家一起学的 有时的时候也是我们以为说 engineer的人会replace这个吗 可是刚好这个toaster 另外一个auntie家里面也有 他讲这个很简单而已 把这个后面打一下 真的是能哦 这样咯 然后最后engineer打开的时候 才知道说为什么打一下可以 是因为刚好这个model 它后面的wiring有一点歪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解决过 哎就可以了 这样就全部人都学一个新的东西了 林慧良说 他们的义工团队 包括了退休的工程师 专业人士 再及大学生等 大家都是以义务性的形式 为民服务 他非常欢迎热心的民众 勇跃加入壮大义工团队 达到知识流通 与技能相互交流的目的 其实根本不用了 他们会 他们resourceful就可以了 就是说 因为let's say 你根本都没有skill 可是你也没有东西要replace 你可以drop by 因为有时maybe你很厉害 做research 就是好像刚才这个 新的东西这样 你很快就是找 hard model number 找facebook 找YouTube 原来这样replace 是大家try了 因为反正这个东西 已经坏了 你没有try也是丢掉的 所以不如大家try了 今年26岁的马洪健 是一名手机维修员 他称自己为家里的技术人员 举凡家里的家电坏了 都是通过他的双手 才得以起死回生 而他的维修技术 都是靠着网上视频的教学 自学得来的 非常的有成就感 就从小我都会自己有curious 然后我会自己拆那个店 就到了时候就给他爸妈 骂一下 可是他都OK 就这样学回来的 喜好自己动手制作和维修的他 和Gaki DIY Gaki Repair的理念 一拍即合 于是就欢喜成为 该工作坊的常驻义工 协助人们解决电子产品的 其难杂症 尤其是维修手机 更是他擅长的部分 我觉得最难的东西 可以算是电话的 因为电话是这样小的东西 然后平时大的 好像车比较容易 如果你再小一点点的话 就有点难度了 今年40岁的陈伟祥 是一名电脑软件设计师 当初为了维修 家里那台笨重的旧款电脑 而和Gaki Repair Gaki DIY 有了链接 自此就开启了他 学习自己动手维修的欲望 一开始我就带 我的那个大型的电脑 大型电脑 那时是我的 那个 它的Matterboard 其中一个Battery 坏了 所以我又不知道 怎么修理 所以那么就是去那边 带整个 整家电脑 再去那边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会 有一位 他Johnson的朋友 就有一位导师 他会过来 他就帮我看了 然后就叫我怎么样 去换那个Battery 然后怎样用很安全的方法 去换更正确的方法 不然也是怕我们 有可能做坏掉 本来要修理 对不对 可能不小心换坏了 所以他会很详细详细地 告诉我们 各种各样的 那个电脑的零件 还有他的方法 怎么处理 有成功修理到的 到时那时我就想到 哇 这么很很 很effective 一来就已经学到 去修理好我的东西 好不过我来去 电脑厂器修理 可能他就查我一个 两三百元 其实也付便宜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 从那边就开始 过后他们 我就参加了 每一项他们的活动 成立一两年的 Gaki DIY Gaki Repair 至今已经在全国各地 进行了超过 三十场的工作坊 协助了八千人 解决物品维修的问题 所涉及的产品数额 高达八万令吉 为我国的环境保护 与废弃物管理 贡献很大的力量 未来 林辉良希望每个社区 都能设立自己的维修中心 将维修技术传播开来 让每一位国民都受惠 很多人就是说 坏了就买 不能用了就丢 过了就很多新的问题 就是waste problem education problem 因为人家根本都没有 diagnose跟solve problem 只是consumerism 因为今天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是要一个developed nation 就是说每一个人 就会解决问题 so if今天在家里面 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没有开始要学 要解决 怎样要解决大的问题 人类的脑袋 赋予人们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未先尝试就已经放弃 不是我们应当 提倡的学习与美德 而维修技能 更不是专属 专业人士的掌持工具 它是人类最基本的 生存能力 动动脑筋 动动手 问题一定可以迎刃而解 浅现视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